在面对去年底水电瓦斯调涨 现在所有肉品价格不断飙涨之后 很多台东地区的餐饮业者都坚持再撑一下 但是接着而来猪肉价格预计将会再一波的调整消息传出之后 这让市场的摊商真的是忍不住抱怨了 政府要出来我们家的市场价格 不然市场有到盘子做的 而市区少数知名的店家也不会言 顾客的嘴巴叼得很 如果偷金减两不是真材实料 一吃就吃得出来 他们目前只好将成本自行吸收 生意勉强再继续看看 希望政府会有所作为 让市场价格回稳 当然是有影响 可是我们因为生意做很久 我们都自行成本的部分都自行吸收 也不敢一下子涨 一直涨 然后我们的客源可能也会受不了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物件能够平稳 让我们生意人真的说比较轻松的一点 各种民生物资 价格何时能够稳定 是消费者的期盼 更是所有做生意的店家 未来继续经营的风向 他们一直都希望 政府早日拿出办法来解决 否则这一连串的账价风波 很可能影响了层面 不仅是消费大众的生活 更有可能会是很多店家 万不得已只有调整价格 也有可能会是无法继续在营业 也说不定 东台新闻旅清采访报道